61章 青鱼 沈唐轻轻一笑 也不知道又在赵慈的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赵慈便忽然又恢复了气力 赵慈又惊又惧 不由地问道 你这使得 到底是什么诈 沈唐微微抱之一笑 却并不回答 他指了指怒目圆瞪 被避痕置住的玉儿 笑着说道 郡主能不能请这位姐姐和我家避痕 一块到院子里看看风景 这芳妃院里此时正是繁华上台的时候呢 赵慈无法 只得令玉儿离开 等到堂中只剩下了他二人 赵慈随意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摆出一张臭脸说道 你我之间能有什么合作的 沈唐摇了摇头 郡主此言差矣 你我之间能合作的多了去了 比如说郡主不过进门两日 就有人胆敢在你屋内 撒了这无色无味的桑雪花药粉 要绝您的后嗣呢 可能解这毒的普天之下 让郡主找得着的 怕也只有我一人了 赵慈猛然一惊 你说什么 沈唐浅浅一笑 郡主的脉搏须服无力 这两日较之从前 更觉心火气早 倦怠无力 只是这症状也不明显 郡主又心怀有势 因此很容易变忽略 待到月事来时 会有淋漓不尽之下 但也不严重 又因此乃女子私密之事 郡主想必也会不当一件事 尽力遮掩之 时日久了 郡主便以为这是常态 倒是不会放在心上了 她语气微微一顿 话音便重了起来 等到了郡主反应过来时 却已然中毒颇深了 赵慈虽然不信 但见沈唐方才莫名其妙地 便将她制住 心底不免也有几分慌乱 她滴滴地问道 那桑雪花是怎么样的毒 沈唐的目光一深 身上散发出冷意来 她沉沉地说道 这桑雪花乃是西域奇毒 从前只有西域的皇室 才有着物识 说她是毒倒也算不得 因为男子若用了此物 丝毫不会有所损伤 但若是女子碰了 就有些不妙了 她眼中的寒芒更少 少女碰了 轻则越是淋漓 常有腹痛之干 重则不能生育 若是孕妇沾染了 那便更难逃崩漏之症 严重的便可以失血过多 一失两命 母子巨王 照此心中一领 你既然说无色无味 又怎能知道 我这里被人下了那样 沈唐嘴角轻轻一弯 我幼时曾特意去山中 寻这位桑雪花 对她简直算是刻骨铭心 难以忘怀 便是她无色无味 我也能认得出来 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我娘亲 便是因为被人用了桑雪花 才崩漏不止 方灵早逝的 自从方氏过世以后 方明轩便一直都在 查找妹子的死因 她一直都不相信 向来身子康健 又学有医术的妹子 怎么会得了那么严重的崩漏 以至于这么年轻 就香消浑事 方明氏怀疑是秦氏为了上位 暗中动了什么手脚 也恰好因她在轻衣位中的特殊地位 才让她在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 终于查到了桑雪花这个线索 当时她气愤难当 便想将仇报了 但年幼的沈唐却拉着她的手说 娘亲的仇 唐二亲自来报 一晃快近十年 照此文言身子一致 不由地愣了半上 出嫁之前 父王曾与她说过 沈浩的家世伟人 提及沈唐的母亲 这位早逝的原配夫人时 父王说 方氏夫人乃是因为 产子后体虚 失血过多 这才没了她 但听沈唐今日这话 难不成竟是被人所害 沈唐接着说道 郡主若是不信 便再等上几日 若是癸水来至 不曾淋礼 那唐二便是胡说八道 郡主尽可继续折腾 可劲地折腾 唐二呢 再不多言语一句 赵慈的心中 已然信了八分 好 我的癸水正好相置 若是真如你所说 那我便就与你合作 第二日一早 沈荣来了 她神神秘秘地 将避痕毙生都赶了出去 然后凑近了沈唐说道 姐姐 如福郡主的事儿 有了眉目 沈唐眼中闪过了雅瑟 锦阳王府如同铁桶一般 消息进出甚是缜密 不过是两日的光景 荣儿便能打探出眉目来 倒真是有些奇了 若果真那般容易 祖父那想必是早有消息了 又怎么会毫无准备 让荣福僵了一军 但荣儿是不会撒谎的 若不是有了把握 她也不会到自己这儿来说 那想来这事儿便是真的了 她把弟弟拉到身前 替她拢了拢病前 逃出来的发丝 柔声地赞道 咱们荣儿啊 越来越有本事了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将事情叹了出来 真不容易 沈荣对这姐弟之情的温馨 颇是享受 她的神色温柔 脸上酿着幸福和满足 说来也是咱们运气好 认识青鱼哥哥 青鱼哥哥又对我颇是疼爱 昨日带我去和他的表弟一块 耍了一回 恰巧他表弟家 便住在景阳王府附近 我便追问了他一些琐事 终于让咱们抽丝剥茧 找着了有用的线索 沈荣笑着问道 你的青鱼哥哥 便是宋冲大学室的长子 如今在吏不当差的那位 沈荣颇有些惊讶 就是他 姐姐竟也知晓他 我听祖父提起过他 说这位宋公子 甚是年少有为呢 沈荣眼眸微闪 轻轻地答道 他想起了那日祖父的书房内 摊开在书岸上的大红球钦铁 其中一张便属于这位宋大公子的 但他话锋一转又问道 景阳王府的事 你都探到了什么 说来听听 沈荣想了想 笑着说道 青鱼哥哥的姑母 嫁给了吏部的娇园外郎 恰巧着住在景阳王府附近 虽然官职轻微 与景阳王并无什么来宝 但两家的下人之间 却有几段是沾亲带故的 隐儿常有走动 对景阳王府的事 就比别人多知晓一些 他语气微顿 接过了沈堂递过来的茶水 一饮而尽 然后继续说道 要说近几月啊 景阳王府中最可疑之事 当属景阳王莫名其妙的 将府中的护卫 全部换掉了一批 换下来的那批 都悄悄的赶往了西江 编入了西江的军游 我听青鱼哥哥说过 西域的猪部落最近很不安守 虽无什么大的战事 但常行挑衅之事 被发配到西江啊 倒不一定有性命之忧 但日子却定然是不好过了 沈堂脸了神色 嘀嘀地说道 这倒的确有些可疑 景阳王便是与 镇西大将军再是要好 也犯不着将府中亲卫 给他送去啊 要知道府中的亲卫 担负着保护王府的重责 多是可信可赖之人 除非年龄大了 或者受了重伤 不然轻易是不会换下来的 除非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处 他想起了昨日对赵瓷的试探来 当时他不过是心中一动 以常理推测荣福的心中 已经有了恋人 因此才唬了荣福一句 也不知那位还有没有命在 但荣福脸上的震惊与害怕 却让他心中的想法 更加肯定了起来 沈戎看了一眼姐姐的神色 继续说道 本来景阳王这事做得很机密的 当时应该无人所知 但恰巧其中一名亲卫 与青鱼哥哥的焦表弟曾有交情 他兴演来此口中连声冤枉 看起来竟是无辜被牵累的 焦表弟小得事关重大 连他父亲也不曾提起 若不是昨日我连声追问 他又见我与青鱼哥哥关系帖 他是不敢说出来的 沈唐晨引导 那时过了没几日 爱女如命的景阳王 便开始一反常态 主动地放出荣福要价的花来 祖父刚去替沈浩求 他便答应了 还急匆匆地便将荣福架了过来 沈蓉点了点头 嗯 就是这样没错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玉堂娇》 作者魏忧 主播舒舒 沈唐细细地想了想 便约摸将这事的来龙去脉 理顺了清楚 荣福大约是爱上了府中的一名青尉 也应该有些时日了 但大周朝的等级制度分明 青尉的出身大多并不胜好 高傲如景阳王 是万万不肯将女儿 嫁给一名青尉的 这也不合规矩 因此荣福便只能拖得一日是一日 从前他拒不肯嫁 景阳王又疼爱女儿 想着王爷的女儿不仇嫁 因此便乐得将荣福留在身边 但就在前不久 荣福与青尉的事 却不知怎么地被景阳王撞破了 盛怒之下 他便将整批的青尉都发配去了西江 还火速地将荣福架了出去 沈唐想到前日祖父所说的话 景阳王愿意用半块冰符 全符的能力去换沈家的宽带荣福 他不由得滴滴地叹了一声 荣儿做得不错 对于荣福啊 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沈荣笑嘻嘻地说道 姐姐今日还要进宫吧 那六公主刁门任性 你可要小心一些 他神色微转 不知怎么地 竟叹了一口气 唉 不过他就算是任性 也就任性这么几日了 罗世子已然有了两个 有名分的侍妾 其中一个还淡下了数长子 这倒还好 六公主嫁罗世子前 便已经知晓了 但武清下只说 罗世子的另外一个侍妾 今日也怀上了身子 沈堂脸上的雅瑟 久久不曾褪去 这定国功夫 这罗世子竟已经那般 不将皇贵妃和沈氏 放在眼里了吗 随即他又气气地摇了摇头 罗家的胆子都是来自于皇帝 若是皇帝能有半分 疼惜六公主 罗世子又岂敢行这等不为之事 天家的骨肉亲情淡薄如丝 可但呢 小四还要像飞蛾扑火一般地跳进去 这或许算是皇帝对于清凤楼设计不成 反被设计的一种报复 只是这手段也太让人心寒了些 沈蓉见姐姐沉默 一时便有些心疼 她想了想笑嘻嘻地安慰道 姐姐不用为此事伤怀 这虽然是六公主的坏事 但与三皇子却算得上是好劲呢 皇上大约是病糊涂了 定国公也傻乎乎地一味迎奉皇上 罗家做出来的这阿扎事 罔顾了大周朝习俗 孰是孰非 百姓的心中自然有意赶秤量着的 将来若是三皇子奋起反击 百姓自然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 三皇子的民间声望将更高 而且皇上丝毫奈何不得 沈唐的眼睛一亮 既是欣慰又是赞赏地望着自家弟弟 嘴角终于还是忍不住 敲起了甜美的笑意 荣二自跟了曹大人 见是谋略都上了一层楼啊 我心善慰 沈唐黑黑一笑 将桌上的早点尽数吃光 然后抹了抹嘴 那我便走了 青鱼哥哥今日休目 他答应带我去西城卖的轿场 要跟我好好切磋切磋呢 沈唐微微笑着 替他整了整衣衫 又拍了拍他的刚硬宽阔的肩膀 去吧 小心一些 别扭伤了 摔伤了回来 沈戎昂起了头 姐姐 你也对你自己的弟弟太不自信了吧 好了 我这边走了啊 沈唐望着弟弟火急火鸟的背影 不由地笑着摇了摇头 他心中一动 滴滴地叹道 戎儿 似乎与那个宋青鱼 关系不错呢 但不知道怎的 他话音未落 脑中现出的却是紫衫飘然 一张漫不经心的脸 他猛地摇了摇头 站出了一抹略带迷茫的苦笑来 我这是 怎么了 这时 沈子鱼来了 他今日穿得娇媚柔美 一身浅淡的桃红色 发极致上 沾了花中 致妖致媚的勺要拆 一身打扮 映着他娇俏柔美的容颜 显得风流婀娜 窈窕动人 沈子鱼开口说道 大姐姐 黄贵妃娘娘 今日特地派了公车来接 这会儿公车已经停在了二门上了 姐姐可准备停荡了 沈棠浅一笑 我已经好了 咱们走吧 他转头柔声地对着碧痕说道 今日说不得要用了晚宴之后才能回 你若是得空 便将文秀叫过来 叫他老娘一块儿吃一顿小家宴吧 碧痕笑着点头 小姐快走吧 我晓得了 沈棠便随着沈子鱼 徐徐地朝门外走去 一出了月桂园 两个有些隐身的姑娘便迎了上来 小姐 二小姐和三小姐已经到了 就等着您和大小姐呢 沈子鱼忙道 大姐姐 这两个是黄贵妃娘娘次的丫鬟 一个叫瑞儿 一个叫吉儿 我在宫中时 就是他们两个服侍我 这几日刚在内务府坐了交接 今日开始 放到府里来服侍我了 沈棠笑得明媚和气 黄贵妃娘娘想得周到 四妹身边呢 是该有两个得力的丫头 吉祥喜锐 这两个丫头生得也好 名字也喜气 毕生见沈棠眼神示意 忙从袖带中掏出了两包金刻子来 递给了两个丫头 脸上笑意盈然 我家小姐不知小宫里来了姑姑 不曾备下礼物 不过这些金刻子倒还别致有趣儿 两位姑姑就拿着先玩 等下回我家小姐一定补上礼物去 瑞儿和吉儿望了一眼神子鱼 见她点头才肯将金刻子收下来 又见毕生将他们抬得极高 脸上都笑呵呵的 如今我们是四小姐的奴婢 怎还担得起一生姑姑 大家都是姐妹 若不气的话 以后便以名字相称吧 他们几个在身后互相寒暄 沈棠却与沈子鱼走到前面去 沈子鱼的眼睛晶晶亮亮的 一脸兴奋的对沈棠说道 大姐姐 紫鱼的努力不曾白费 大姐姐的教导也都派上了用场 再过几日 紫鱼就要得逞所愿了